女孩本来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转校生 出门却坐着私人豪华游艇 来到皇宫都会受到国王的亲自接待 学校组织的郊游活动 她更是有独自乘坐豪车的特权 而给了她这一切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 卡尔是这个国家的王子 喜欢上了性格直率的转校生小美 可就当两人关系郁家亲密的时候 变故发生了 这天 他们启程去湖边小屋度假 小美在加油站遇到了一位故人 两人在一处小胡同相遇 女孩二话不说放荡小美 并将旁边的泥土用力地抹在她的脸上 她极力反抗却没有一点效果 也就在此时公主赶到 协同管家化解了她尴尬的处境 公主问起原因 小美却不愿回答 一段往事也就此揭开 她在转学来到这里之前喜欢上了一个男孩 眼看着男神有了女朋友 出于自己不能拥有也看不得别人好的心理 她抓住了女孩出轨的巴笔 并在第二天公之于众 自此女孩的名声被毁 只能放弃学业到加油站打工 而小美在事后出于愧疚转了学校 再次返回车里 公主并没有告知王子刚才发生的事情 小美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很快到了湖边 众人在沙滩齐聚 一段时间的接触 这个小团体也渐渐认可了小美的加入 原来他们之所以那么排外 是因为之前有人曾靠着与王子公主的关系 对外出售关于皇室的隐私 几人都表现出了对于说谎之人的怨恨 听到这些小美的表情就有些不自然了 因为她还有一件大事瞒着众人 隔天清晨 小美本打算与王子一同用餐 却不想再次碰到了那个女孩 她大胆事情不妙 随便找了个借口返回住宿的地方 留下小纸条就准备离开 可却被女孩提前察觉堵在了后山 一个惊天大料被爆出 原来小美一直在照顾的并非她的弟弟 而是她与男神的儿子 途中不停有人发来短信关心 其中还包括她的父母 小美没有回家 在好友那里借宿了一晚 公主将她约到公园 她已经从加油站女孩那里得知了一切 小美没有反驳 小美敷衍回忆 可看着她仍是喋喋不休 卡尔听后只好走开 回家见到父母 小美再也坚持不住地哭了出来 家人为了能够让她享受这轻松年华 做了不少的牺牲 自责与懊悔充斥了小美整个内心 看到女儿这副模样 母亲的内心也宛如挣扎 孩子的哭声响起 小美不放心地过去查看 只见母亲躺倒在地 医院检查才知道 母亲因为长期的操劳 导致一时的供养不足 望着险些出事的母亲 小美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她抱着儿子来到走廊 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个视频 将自己有孩子的事情 告知了所有人 一时间她整个人轻松了很多 仿佛卸下了所有的重担 朋友们关心的短信相继到来 不久母亲也痊愈出院 小美穿上了久违的裙子 自信地走进派对现场 王子此时就在台上深情演唱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台下到来的小美 仿佛太以为耻的人母身份 在卡尔眼里并不算什么 卡尔走下舞台 在众人的掌声中来到小美面前 受尔眼 mirror 深刻小心 多以前有一点 法词 订历了 多 em互相浅 到底件 T部分 T部分 T部分